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回到Pokke MMO 就來出一條關於護符金幣的影片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用到護符金幣這個道具 護符金幣這個道具就是 給你在刷NPC的同時 也可以獲得加倍的金錢 如果你有搬開磚、打開道觀、打開四天王 其實這也是很常見的道具 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可以輕鬆地拿到 相對地 第一隻要準備就是這隻詛咒娃娃 他的性格其實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我這隻也是一隻比較垃圾的詛咒娃娃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他一定要有一個刷角的特性 因為我們要看對方的MMO怪有沒有帶道具 所以我一定要有刷角的特性 好 第二樣給大家看一下就是這個努力值 主要都是加血、防禦和速度 其實就沒什麼所謂 你喜歡怎樣練就怎樣練 可以血防252都可以 國體值方面其實就完全沒有任何需求 完全沒有什麼很大的需求 除非你很想要一隻完美的重 那你就做兩三V都夠用 技能方面 技能方面就是要帶刺耳聲、氣化、封印、鬼計 這四招技裡面有兩招我記得是自學的 有一招是要用招式機 有一招是要遺傳的 那就是封印這招技能 那封印這招技能要用哪隻重來遺傳呢 我們一步一步教大家 那怎樣遺傳呢 首先我們有一隻詛咒娃娃的女仔 那交易巷裡面詛咒娃娃的女仔 最低價就是1300元 那也有點貴一點 大家自己看看要什麼需求 去選自己要哪隻 那然後呢 怎樣遺傳一招封印呢 那很簡單而已 這裡選一隻燭光靈 記住一定要選男仔 那男仔的燭光靈 然後看看身上會不會有封印這招技能 譬如你在這裡學會技能打封印 正常來說它會有搜尋到的 但因為我有語言巴的關係 所以我要自己慢慢找 好,找到封印之後就按搜索 好,大家看到了 那直接就可以跟這個燭光靈去到生蛋 那生完出來的後袋就有封印這招技了 那其餘那三招好像都是可以學到的 是差氣化好像要用一招的TM技能的招式機 OK 那然後第二隻要準備的呢 都是很簡單的 就是扭拉了 那扭拉也是沒什麼特別好大的需求 那我自己有三隻的 那現在說一下有什麼用途 那扭拉的用途就是 觸發他這個夢特性順手牽揚 盜取接觸到自己對手的道具 那就是 假設一個情況就是 什麼什麼怪身上有護符金幣 那什麼什麼怪一打這個扭拉 他就會觸發了順手牽揚 可以偷走他身上的道具 從而獲得這個護符金幣 那個體值其實也沒有什麼需求 完全沒有什麼需求 你看我一堆廢的個體值 然後 努力折就血防 因為其實他也是要被捱打的 但是有沒有都沒有什麼所謂 我覺得 那現在就給大家看看究竟整個流程是怎樣 很簡單的 如果大家想拆一下護符金幣也可以在這裡拆 那來到這裡之後 很簡單的 身上要有香甜氣色的 必須要有香甜氣色 身上大家要有香甜氣色的蟲 然後按Q 那由於他咪咪怪不是神群點的關係 是有機會撞到其他的蟲 那除了拆這個咪咪怪之外 你也可以拆一下這些色圍 還有一件事忘了說很重要的 就是詛咒娃娃身上必須一定要有一招拆過 來看他們身上有沒有道具 那譬如今場他沒有觸發到任何的文字簡介 文字的一些描述 所以證明這一場任一隻咪咪怪都沒有帶道具 那就可以直接逃走 然後就去第二場看看 雖然就說其實好像很簡單 但是呢 現在他的野怪和道具的機率其實都相當低 好 那現在身上大家看到了 他有咪咪怪攜帶道具 那怎樣留情呢 操作就是先用封印 那封印這招技就是會封印身上有的 跟對方一樣有的技能 那看一下 正常會有兩三隻會用變化技 刺耳星 惡意追擊 好 所以其實你看到咪咪哇哇很痛 如果可以的話 就把咪咪哇哇升高一點防禦 然後就隨便換一隻紐拉出來 然後就可以成功偷到道具 那順手牽羊已經觸發了 看看換到什麼 就是先制之爪 就不是護符金幣 那當你偷完之後 就可以直接去到逃走 然後等開下一局有攜帶道具的精靈再撞 好 好 身上有一隻是帶道具 那OK 照開封印先 為什麼我會做三隻紐拉呢 就是因為我預防 可能一場裡面有一兩隻是帶道具 那我就沒有偷了 也有時忘記了放下 也有士啤可以用 可以偷了什麼 可以偷了什麼 好像偷不偷到東西 都是先制之爪 非常之遺憾 對 那我用了PP 如果大家有錢 多PP過 也可以選擇PP過 那就直接用瞬間移動飛回來 這個就是要用到瞬間移動圖笛 非常之方便的一個道具 那就不用說要用PP過去回 去浪費PP過 搞定之後又可以回來 繼續偷過 雖然說是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它出現的機率真的太低了 也有些人說 是會想用一隻一隻偷 去偷護符金幣 那大家就自己選擇 這個就 好了 又用完一套 那又沒有任何的道具 所以其實是相當 相當看運氣 幸運的話可能兩轉左右 就會有一次的護符金幣 不幸運的話可能很多轉都沒有 那我們看看什麼時候有護符金幣 等有的時候這條影片就結束了 好 今天我們再一次 什麼什麼都掛在身上有道具 一樣都是詛咒 不對 一樣都是封印 好 嘩 對面很多人用刺耳星 這樣就加快了整個過程的進度 因為對面全部用刺耳星 不是用這個追打 好 那偷了些什麼呢 先制之爪 OK 一樣都是沒有護符金幣 所以這條影片除了告訴大家方法之外 還告訴大家效率 我自己就沒試過用小偷偷護符金幣 如果大家有偷開護符金幣 可以告訴大家效率好不好 暫時就這樣看來效率都相當低 這個護符金幣 偷到的紀律都 好 OK 再一次身上有道具 看看有沒有機會出到好東西 這裏 所以其實效率都不是十分高 不過聖受聖載這個方法 除了可以刷到道具之餘 各位有護符金幣 護符金幣已經出來了 護符金幣已經出來了 這個方法聖載 除了刷到道具之餘 也可以刷到色位 這個其實是好事來的 好 看到還有4下的香甜氣息 所以就再刷一刷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開多顆護符金幣 好了 最後的香甜氣息用完了 最後一次是小火馬 看看小火馬身上有沒有帶東西 如果有我就換紐拉給他打 沒有帶東西就有 好 那這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先 大家可以缺這個護符金幣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來這裡去偷金幣 如果你不想用群怪的話 也可以偷一隻一隻 用小偷的技能去偷 這個就看大家的選擇 看看大家這個方法實用 實用的話記得按個讚和訂閱頻道 好,拜拜 未成為插賞 未成為 冷靜和示範 pc 紅京 加入 溫滯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